英國哈利王子才剛返鄉沒幾天 但爸爸查爾斯三世卻因繁忙公務沒空見他 現在甚至宣布要將哈利渴望的軍銜移交給哥哥威廉王子 真槍實彈加強軍事能力 據傳哈利王子得知此事時禁受打擊落下淚 不過其實哈利在9號結束返鄉行程後 與妻子每個會面一同赴西非國家奈吉利亞進行訪問 大大反差凸顯哈利王子人氣人不減 夫婦倆每一站都受到熱烈歡迎 兩人在奈吉利亞的行程甚至遭王友虧取暖成功 不僅如此哈利還拜訪了拉格斯州州長奧盧 商討國際運動賽事 不過只有在訪問奈吉利亞的這幾天 梅根又惹出失言風波 對著鏡頭侃侃而談 再搭配超美露背妝 2022年梅根曾表示 她從經測試中得知自己有43%的 奈吉利亞血統 如今她卻在公共場合 表示她第一時間要打電話給媽媽確認 當主持人跟她說她現在已經回家 她又改口 梅根此舉引起軒然大波 有網友表示好榜樣就不會遲到一個小時 甚至有人還說 如果對血統自豪 應該要穿奈吉利亞設計師的服裝出席 畢竟王室一舉一動 備受關注 梅根行為更被放大檢視 三里新聞 零食習報導 梅根曆